它被称为蔬菜皇后,一公斤叶子顶十公斤人参。预防多种慢性疾病,抗癌,防衰老,一定要多吃。 红薯叶为什么会被称为蔬菜皇后? 红薯叶就是红薯藤的叶子,又称地瓜叶。 别看它不起眼,但却有蔬菜皇后,长寿蔬菜及抗癌蔬菜等美育,亚洲蔬菜研究中心已将红薯叶列为高营养蔬菜品种。 据检测,每100克红薯叶中含有蛋白质2.28克,脂肪0.2克,糖4.1克,矿物质甲16毫克,铁2.3毫克,磷34毫克,胡萝卜素6.42毫克,维生素C0.32毫克。 与常见的绿叶蔬菜,如芹菜、菠菜、油菜、韭菜、空心菜等,相比较,其大部分种营养成分均居首位,尤其是类胡萝卜素,比普通胡萝卜还要高三倍。 它有哪些保健功效? 1. 预防贫穴 1. 预防贫穴 每天摄取30克的红薯叶,就可以补充人体一天所需的铁质极为生素。 3. 。 5. 预防 효율 2. 提高免疫力 2. 提高免疫力 3. 5. 预防食物 5. 预防液 5. 预防水 5. 能够提高免疫力,预防感冒 3. 预防多种慢性病 红薯液富含甲,有助血压控制,预防高血压 其含有的氯原酸,可调节糖、脂代谢,降低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,并保护神经、肝、肺、眼睛、关节等器官免受氧化和炎症损伤 4. 改善便秘 红薯液中富含膳食纤维,能够促进胃肠蠕动,预防便秘,痔疮及肠癌 5. 抗癌,防衰老 6. 它所含有的黄铜类化合物,能够捕捉在人体内腥风作浪的养自由机杀手,具有抗氧化,提高人体抗病能力,延缓衰老,抗炎防癌等多种保健作用 6. 增强势力 红薯液中丰富的Bita,胡萝卜素,可以在体内能转化为维生素A,有增强势力,清肝鸣目的功效 6. 广告 7. 广告 7. 其功效真的能与人身相比吗? 7. 人身之所以珍贵,主要跟它的药用价值有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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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农本草经》记载,人参有补五脏,安精神,定魂魄,是经济,除邪气,明目,开心意志的功效,就服轻身延年。 但人参是一种补气药,不可滥用,如没有气虚的病症而随便服用,会发生副作用。 虽然红薯液也具有丰富的保健功效,但与人参相比仍稍有逊色,一斤地瓜叶就能抵用食斤人参的说法确实有些夸张。 但相比于人参,红薯液更适合我们寻常百姓日常食用,它翠绿鲜嫩,口味爽口,是餐桌上最色香味俱全的原生态美味佳肴。 红薯液应该怎么吃? 红薯液虽好,但也要经常食用才能发挥其丰富功效。 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三种养生吃法。 1. 蒜蓉地瓜叶,将嫩地瓜叶精洗净,放入沸水锅中焯后捞出用凉水冲凉,切成段。 锅中放油烧至四成热,放入大蒜蓉炒出香味,加入嫩地瓜叶精翻炒,加入盐,黄酒,味精,麻油,撒上蒜蓉拌匀集成。 2. 蒸地瓜叶,将鲜地瓜叶洗净,加上一些面粉,上蒸锅蒸10至15分钟,用蒜泥拌煮食。 3. 凉拌地瓜叶,将地瓜叶洗净,放入开水中焯一下,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凉拌,酸甜,麻辣等都可以。 3. 食用剂剂,肠胃消化能力不佳及肾病患者,不宜过。 4.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5. 红薯叶为什么会被誉为蔬菜皇后? 5. 红薯叶就是红薯藤的叶子。 5. 又称地瓜叶,别看它不起眼,但却有蔬菜皇后,长寿蔬菜及抗癌蔬菜等美育。 5. 亚洲蔬菜研究中心已将红薯叶列为高营养蔬菜品种。 据检测,每100克红薯叶中含有蛋白质2.28克,脂肪0.2克,糖4.1克,矿物质甲16毫克,铁2.3毫克,磷34毫克,胡萝卜素6.42毫克,维生素C0.32毫克。 5. 与常见的绿叶蔬菜,如芹菜、菠菜、油菜、韭菜、空心菜等,相比较,其大部分种营养成分均居首位,尤其是类胡萝卜素,比普通胡萝卜还要高三倍。 5. 它有哪些保健功效? 5. 预防贫穴 5. 每天摄取30克的红薯叶,就可以补充人体一天所需的铁质及维生素A、C、E。 2. 提高免疫力 2. 提高免疫力 3. 预防感冒 3. 预防多种慢性病 5. 红薯叶富含甲,有助血压控制。 预防高血压 其含有的氯原酸,可调节糖、脂代谢,降低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,并保护神经、肝、肺、眼睛、关节等器官免受氧化和炎症损伤 4. 改善便秘 红薯液中富含膳食纤维,能够促进胃肠蠕动,预防便秘,痔疮及肠癌 5. 抗癌,防衰老 它所含有的黄铜类化合物,能够捕捉在人体内兴风作浪的养自由机杀手,具有抗氧化,提高人体抗病能力,延缓衰老,抗炎防癌等多种保健作用 6. 增强势力 红薯液中丰富的Bita,胡萝卜素,可以在体内能转化为维生素A,有增强势力,清肝明目的功效 广告 其功效真的能与人身相比吗? 人身之所以珍贵,主要跟它的要用价值有关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,人身有补五脏,安精神,定魂魄,知经济,除邪气,明目,开心意志的功效,久服轻身延年 但人身是一种补气药,不可滥用,如没有气区的病症而随便服用,会发生副作用 虽然红薯液也具有丰富的保健功效,但与人身相比仍稍有逊色,一斤地瓜叶就能抵用十斤人身的说法确实有些夸张 但相比于人身,红薯液更适合我们寻常百姓日常食用,它翠绿鲜嫩,口味爽口,是餐桌上最色香味俱全的原生态美味佳肴 红薯液应该怎么吃 红薯液虽好,但也要经常食用才能发挥其丰富功效 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三种养生吃法 1. 蒜蓉地瓜叶,将嫩地瓜叶精洗净,放入沸水锅中焯后捞出用凉水冲凉,切成段 锅中放油烧至四成热,放入大蒜蓉炒出香味,加入嫩地瓜叶精翻炒,加入盐,黄酒,味精,麻油,撒上蒜蓉拌匀集成 2. 蒸地瓜叶,将鲜地瓜叶洗净,加上一些面粉,上蒸锅蒸10至15分钟,用蒜泥拌煮吃 3. 凉拌地瓜叶,将地瓜叶洗净,放入开水中焯一下,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凉拌,酸甜,麻辣等都可以 3. 食用剂剂,肠胃消化能力不佳及肾病患者,不宜过 4.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3.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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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